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之前就查问豉油鸡啦 我们用当地的鸡很难上色啊 我也很明白的 因为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其实鸡也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做不到一些很漂亮的豉油鸡 那我们可以用冰鲜鸡做到什么呢? 曾经有个网友留言说 我们几十年前吃过一个叫做水蒸鸡 那一说出来 水蒸鸡或者隔水蒸鸡 妈妈的味道不是那样东西 那个鸡真的叫做水蒸 蒸形通透的蒸 那我们怎样做到一些鸡又嫩滑 又起到一些啫喱呢? 那今次就做三黄鸡 和大家分享一下做法 那我开了鸡之后 又重复刚才那一段 刚才那一段因为有些爆肝又錄不到 那我刚才说了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一般去到超市 那我都会放了有十几十只鸡 那我们怎样选择为之好呢? 那在三黄鸡当中 那它也会有一些 比较黄一点 那有些没那么黄 那我们当然就搞一些 那如果外国的网友都可以利用你们当地的一些冰鲜鸡 那些春鸡去做都可以的 那材料不复杂的 那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一人间说 那通常我们的鸡回来 第一步 我们要先起一脚 起一脚我都说过很多次了 在竹竹这些位置 那我们就不能在这里落刀 我们在底一点点落刀 甚至乎 落到这里 就最理想 不然你的鸡浸出来 你一缩上去就很难看 那第二件事就是说 我们要起完尾的鸡油 那三黄鸡的特点呢? 那些黄油它是特别多的 接着我们就以话不说了 就拿回我们的主角出来 这个粉红色的盘 有些网友问我去哪里买 现在未必有得买 有得买都未必买到粉红色 那我们就很简单 那我们就拿一些盐出来 那多多少少都不要紧要的 那我们的目的 都是将鸡里面 内内外外 就拆一拆一拆它 那个目的呢 都是令鸡皮上高 一些脂肪 残留在鸡翼底 这些东西 那我们有些盐 就拆了出来 那 特别是鸡翼底 这些位置 因为你有些盐 拆一拆它 它就会很容易拆出来 还有 我们要拆一拆鸡皮 表面一些脂肪 还有等这些 冰鲜鸡呢 它锁一锁一些盐味 从而就 待会你浸它那时候 那些雪味就会浸出来 那接着我们就要处理鸡囊里面了 鸡囊里面也有些鸡肺 有些清理不干净 那些 那我们就拆了出来 因为那些鸡肺 是会影响到你浸鸡的 生熟程度 是会有很大影响的 那有时鸡腿 鸡胸的位置浸不熟 那这些影响了 那我们现在就拆了出来 那处理干净之后 我们就随即放水 那我们就等它在淡然水当中 就继续解冻 将它剩余的鸡囊里面 有一些雪气 那我们就浸它十凉分钟 将它全部浸出来 当然这只鸡 所以我们事前也要早一晚 放到一个四度的位置 让它自然解冻 解冻它软身 我们才要再做这个步骤 那这只鸡也是差不多浸了十分钟 那我们有时浸这些鸡 所以我们在行内也会有些秘技 和大家分享 那我们好像多时候浸鸡 我最难熟的是 就是鸡腿和鸡胸夹住这个位置 那我们那时候有些什么秘技 那我们 有些尖刀 或者我们以前做饮食 那有些 有些 有些钢叉 或者用些钢叉 那我们就在 鸡腿里面 这个位置那里 那我们就轻轻就刺几个洞 下去 那目的 都是等它浸鸡的时候 就会熟得较均匀 那这个方法 不一定是浸鸡的 那你浸些老水鸭啊 老水鹅啊 也是都会用得着的 那接着我们就 以话不说 就把整只鸡 清洗干净 那洗一洗五次之后呢 那我们就随即 就把鸡瓶水 那瓶水过程当中呢 都是要鸡脑向下 目的 都是把鸡脑里面的水 就瓶了出来 那 浸鸡 那另外 还有一个秘技 就是说 我们在鸡颈这个位置 鸡皮这个位置 那我们都是要开个洞 那这个洞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让它浸鸡过程 当中呢 那些热水 和鸡脑有一个对流作用 那特别是我们在外面 一次过用一个大煲 浸十只八只鸡 那这个洞呢 就一定要刺下去的 那 如果你不做这个动作呢 你鸡脑里面的水呢 你没有一个流动性 那你的鸡呢 浸出来呢 你外面浸到老了 你的鸡脑也不熟了 那鸡洗干净之后 我们放一刀冻水 那接着我们就 随即就 煮滚一盆热水 那水滚了之后呢 我们是不需要放任何的调味下去 那这些浸鸡的方法呢 都是我们以前做餐厅 做茶餐厅 那我们煮泥汤的时候 就顺便浸完一只鸡 那些水滚起了之后呢 那我们就随即 就放一只鸡下去 那我们就做一个叫做掉水的动作 那我们的目的就是把一些很热的水 让它流到鸡脑里面 接着 就调高它 让它出来 那我们就 调两三次 接着 那些冻水就出场了 那我们就随即放在冻水那里 目的 令到刚才 可以接触到热水 那些鸡皮收缩了之后 再放在冻水 有一个冷热的作用 令到鸡皮 就会更加脆身 那我们就做一个冰火 那当鸡皮浸冻了之后 那我们就 沸起热水 那随即我们又放一只鸡下去 那我们做回刚才那个吊水的动作 这次这个吊水的动作 就真真正正 就要将它的水 流入鸡脑里面 从而让它有鸡脑里面的温度 和水 目的就要达成一次 所以我刚才说的 开这个洞就很重要的 那我们大约要钓它五六次 那怎么看到那些水 会进入鸡脑里面呢 它有气泡出来的 如果可以进入鸡脑里面 那我们就尽量动一动 那让它的水 更均匀 第三 第四 这个很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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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 那 第五 那我们就整只鸡都放进去 大家都看到 放进去之后 那只鸡 都会有些气泡 这样出来的 那我们就等一只鸡就再滚 接着就很简单 我们就随即吸盖 关火 这样当中 我们不需要任何开火 那我们就 由得它在这个热水的状态那里 就做一个慢煮 那我们的目的都是要保持着水 有85度至95度当中 那今次呢 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上次上游轮 一个女网友跟我分享的 她说 她说 你滚了之后 你盖盖 盖盖 就能盖35分钟 那 我上次也试过一次 我也觉得这个方法呢 就比较 适合家里做 比较简洁一点 那我们如果在外面茶餐厅做 我们不盖盖的 那我们就会控制着水温 浸好鸡 那我们才去煮汤 至于 我其他浸鸡那些 慢慢浸的 低温慢煮浸 你可以参考我之前的 那些薑葱白黄鸡那些影片 那我们就慢慢开始计时 就约35分钟 如果你开盖浸 你的水温会流失 流失会比较快些 所以你就要注重水温 那我们35分钟当中 一半时间 十几分钟 那我们就 吊一吊鸡 拿起来 就 吞一吞鸡的水 出来 那 鸡浸浸 那我们要 保留两样东西 刚才有一些鸡油 那第二就是旧姜 那做这个水蒸鸡呢 那你可以用一个 姜葱白黄鸡的做法 切些 葱丝 姜丝 另外一个就是 做一些 手切姜蓉 这些三黄鸡 这些鸡油 直浅之处 现在就出现了 那我们就把鸡油洗干净 这边就 二话不说 开了火的啦 那我们就轻轻烧热直锅 那我们就 把鸡油放进去 慢慢火 等它 把鸡油逼出 那接着我们就 处理一些姜 那这些就是 有泥的小黄姜 那我建议大家 买些泥姜 就会比较适合 那这些姜 买了回来 很多网友都提问 就是说 例如星星 其实我这些姜 是怎样储存的 那这些也是很简单的 你不要放在冰箱 你放在当风的位置 那或者 找些烧机 放在那里 或者找些 类似这类型的 网袋 放在当风的位置 那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濕 那这些姜 你放到出拿也不要紧的 那这些姜 那这些姜 那我们处理这些都是 很简单的 那我们就把 那些姜皮 全部改出来 那这些姜皮 你改出来 你也不要把它丢掉 很多用途 洗净它 好吧 那这些姜皮 那这些姜皮 要怎么处理呢 用刀仔 或者用这个 匙羹 慢慢刮一下 刮一下 就会刮出来 甚至乎 有些 我不介意吃完 那些姜皮 那你就用牙刷 刷乾淨 那些 这样 吃完那些姜皮 有益 那些姜皮 最后的那些姜皮 就是用蒸馅水 或者冬滚水 洗净它 再清洁一块熟肉的砧板 6168刀 那现在我们就 做一些手切姜绒 那这个 有看开我做的 我都时尚强调了 有心机 做一些手切姜绒 这些任何 任何 一间 升级食斧 什么车都可以推介 都可以推介 这些 是要自己做 你才可以吃 那我们就继续 我刚刚做了一个动作 什么动作 眼尼网友都看到了 那我放在砧板底下 我就铺一发心毛巾 那有时你 切东西 你稳固了个砧板 也是会对你帮助很大的 那我都时尚强调了 那一条主石 那样 安全 也是很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的砧板 不稳妥 那你 对你练刀工 也会有点影响 我们都要固定一些砧板 固定一些食材 那才能够切到你 心目中所切的形状 当我全部切完丝之后 那又用你最小的刀锋 那我们就慢慢把它切成一些姜粒 为什么我们要切成一粒一粒呢 就是说 要把姜里面所有的纤维 全部切成一粒一粒 那你在外面做 然后呢 我们就全部拿去用鸡蛋 用鸡蛋 用鸡蛋做什么 不好处呢 就是说 我们会弄得很烂 如果弄得不够烂 会有些姜渣 那我们会弄得很烂 那这样做到过程当中 那些姜就会流失了 那又会吃到有渣 最要命的 那我们就切好了之后 一起开成就做给大家看 那我们就切成这样 那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就用一个干净的器皿 那我们就把它放进去 那这些姜绒 有时间可以做多一点点 拌什么都好吃 那调味也是很简单 那我们这里差不多 下半茶匙 倒入盐 因为这些姜绒 你也是要够咸 有个咸味才好吃 那如果你想做到外面的味道 也是很简单 那我们会混些什么 混些什么 混些鸡粉 或者 我们会有一些味蕉盐的东西 那我们就倒入味蕉盐 或者 再混些少许沙姜粉 然后 然后 把这些汤匙 用一个汤匙 把这些盐 味蕉盐 或者 如果 如果 有沙姜粉 加上沙姜粉 那我们现在就拌均匀 现在 那可以拌均匀 那让它的味道 温柔一点 那我们 不用叶去 你拌完就差不多 你要放油了 油在哪里呢? 就在这里 由头到尾切姜羊也没理会过 转头就已经变成鸡油了 乱话不舍 倒下来就可以了 最香就是沙拉 随即判均匀 这个姜蓉就完成了 到姜蓉处理好之后 那两个鸡油已经煎到 成块鸡的脆片了 大家有没有吃过烧鸡皮或炸鸡皮 这里已经很香脆了 现在我们就 再看看鸡皮 浸了十多分钟 二十分钟的味道 这也是很简单的 我们就开了一个盖 又找一个筷子出来 又找一个鸡头的位置 轻轻就搅拌一下 让鸡子移出来 我们务求把鸡囊里的水全部移出来 然后再把鸡子放进去 让鸡子再放一些 在外面较为高温的水 进入鸡囊里面 我们就继续浸它 浸在余下的时间 现在先把盖子吸回 在鸡浸在同时 另一个主角 水晶鑽石就出场了 另一只鸡变成水晶鸡 其中一个主角 就是冰和加水 大家可以准备冰粒 或者像我这样一样 准备冰粒 冰粒 这些冰粒我们会如何处理呢 以前我进行 有一段时间 做水粒 部份餐厅都会拿一些冰的 有些就会做刨冰 有些就会做冰粒 那我们那时候怎么做? 用雪橙去做 那么大块冰就怎么做出来 那我们也是在中间那里 就开了一行 然后这些就慢慢做出来 以我自己所记得 有哪间是用这些作冰的 以前烧鸡湾尾有一间叫嘉盾餐厅 现在讲的是80年代 当年不只是嘉盾面包 在嘉盾也会有餐厅 在九龙有分店 在北角有分店 在包基湾有分店 那当年就是用这些冰粒 那我们就用雪橙去做 慢慢做 做到变成刨冰 用这些冰粒 做红豆冰 那我们就用刨去刨 刨一些碎冰出来 当然现在有些餐厅 那它本身就是会有制冰机 以前我们的制冰机都有两款 一款就是一粒粒的 一款就是碎冰 碎冰的就是吃红豆冰 杂果冰、莲子冰 那我们就用碎冰 那些爆领、凉茶等 用粒粒的冰 那接着我们就准备 准备一个干净的器皿 洗干净 用一些滚水 那我们就把冰放进去 接着 放一些冰滚水 那当然 你雪橙的冰块 那时候 你还是要用冰滚水 或者蒸馏水去做 因为我们浸完一只鸡 就不会再有任何 烹调 所以现在我们就尽量 将冰滚水 加入冰块 尽量等它 形成凉凉凉凉的冰水 那处理好冰水之后 那现在就静待鸡 那我们以前做年轻 出去水包拿冰 这些就是我们做的 很大的桶 拿很多冰的 接着我们就会 放一些水下去 那我们餐厅的水 都是会经过过滤的 那我们就会用冰水去浸 那一只鸡 也是浸了35分钟 全程没有开过火 中间反转了一次 而且全程都是盖盖的 那我们就看看鸡 什么模样 那怎么取决于鸡 那我们首先就 看看鸡腿的位置 那如果我们 浸惯鸡 那看鸡腿的位置 一定是熟的 有油耳的也不要緊 那我们就 拿一只花纸出来 鸡腿的位置 那我们就捉下去 那我们看一下 浸出来的水 看有没有 呈现一些粉红色的水 那如果没有 就代表这只鸡 就算是OK的了 那如果各位家庭主妇 你第一次浸 我建议你根据我这个时间 你浸多5分钟 因为 你浸鸡的水 都会影响到你的时间 因为我这个煲够大 那我有足够的水 那我浸这个时间 就差不多了 大家看到了 我现在放在鸡腿里 我的水差不多到7公升 那现在我们就拿起鸡 那我们就拿起鸡 那随即我们就把鸡 就把鸡 放到冰水那里 将它 用最快速的冰水 就把它解冻 还有 让它冰一下鸡皮 从而令鸡皮 有一个爽脆 爽脆 爽滑 那我们要浸多久呢 浸到鸡 完全冰 那我们浸一下底 又浸一下面 这样 等它浸到20分钟 把鸡完全浸到冰 那我们再继续去处理 那 那为什么今次这么强调 要用这么大量的冰 去浸它呢 那就是 突显我们 往时做这个水晶鸡 那是当中的要点 那只鸡 刚刚浸到它刚刚熟 这样 尽速把它解冻 这样 这样 让鸡里面 有些 啫喱的那些 就让它凝结 它形成 一个水晶鸡 好 哇 那只鸡也差不多浸了20分钟 这20分钟 有什么好做呢 用刚才浸鸡的水 再熟一下 再熟一下 更加不少 可以 做一杯冰咖啡 喝一下 但今天这个不是主角 主角是这个 刚刚煮了什么汤 大家看不到有什么材料 这里看的 当然有点难看 来到近镜 大家看到有什么材料 可以在留言区留言 我以前也说 用充足材料 煮个好汤 哇 当鸡完全浸冻了 那我们就很简单 那我们就洗干净 隔细 那我们就 拿鸡又出来 就将它 放在室温那里 放到一个室温的状态 如果我们外面做 现在的鸡 就全部用挂钩 就全部挂起 如果挂起它 那我们就 通常都会 加一样 最主要的就是 就是说 那我们就会 放一些麻油 但是 你想这个鸡呢 更加 好吃一点 那你又 有三多个小时 去吹它 我建议大家 就在鸡 鸡皮表面 那里 塗一些鱼露 上去 让鸡皮也有点味 那我们浸泡 因为我们浸泡这个鸡 就 什么味都没有落到 那我们就 放一些鱼露 整个鸡 就 整个鸡 就把它搅拌均匀 那会不会 很咸 那这样就 绝对不会很咸 那我们就 让鸡皮 有点点 那么多的味道 那这样 哇 鱼露都落了 那接着 我们就 塗一些麻油 上去 因为如果你放一些 湿的地方 你吹它 那些鸡皮 都会干了 不好看 那我们行内做法 就会塗一些麻油 上去 让它吹 那这样 塗好这两样东西 就 放在一个 当风的地方 有流动风的地方 让它吹它 就是室温的地方 那吹它几个小时 就没问题的 那有时 我们在家煮食 当中 如果有一味 是鸡 那你就会 减轻了 你平时烹调 煮热的东西 那时候 那个富贺 那所以 那些隆重场合 一定会剩一只鸡 那吹了几个小时 淋开饭前 那现在就斩了一只鸡 一只鸡 那凡是斩鸡 你要斩得漂亮 有几个竅门 第一 你这只鸡 你一定要放到够冷 第二 你就是说 要用一些熟肉砧板 出来斩 那如果一般家庭主婦 我斩鸡 斩得不好 那我有什么方法呢 用一些大把的剪刀去剪 可以 也是OK 没问题的 因为刀工也是要慢慢练 那我们第一步 首先我们也是要 起了颈的位置出来 那开了之后 如果我们在外面开鸡 一般我们会 在鸡尾那里向着砧板 在这里这样下刀 但是我们 那些刀够重够力 在这些位置下刀 OK 没问题 如果一般家庭主婦 那些刀不够力 或者 我又不够力 那只手 有什么方法呢 我们在鸡尾那里 我们就偷一刀 这样 偷了一刀之后 那我们就冻起它 那我们在这个缺口位 那我们就慢慢 就把它压下去 那你就很容易开了这个鸡 出来 当它开了缺口出来 之后呢 那我们就在这里下刀 那我们一下一下就 逐小逐小地偷下去 那你就很容易开了 两只 开了它之后 那有一个 不是怎么好的示范就是 就是说 那这个鸡肺 我知画得不够清 那这样就影响了 它不是说不熟 不过有点透红的 这里 这个鸡呢 熟的程度呢 就已经是 在我浸鸡里面当中 这个鸡就已经 较为熟的了 那如果我们以前 七八十年代入行的 浸到这样就不合格了 那只鸡 但是现在呢 就绝对OK 这些小小位呢 绝对是可以接受的 那接着我们就 先处理这边的脊骨 那我们也是很简单的 那我们也是在这个锁油 然后把鸡肺放在这里 下去 那在这些位置 下高 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只是逐少逐少 这样偷进去 不需要心急的 慢慢偷进去 去到鸡肩这些位置 慢慢偷进去 去到这些位置 是不是很容易 去到这个环境 有很多网友都说 啊 我去到这里 就不懂得如何 继续 继续 出来 其实我们也是 这些 砖完鸡 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那你就明白到 待会放在碟里 那时候的摆切 首先我们先处理一边 那我们也很简单 那我们就在鸡翼这里 在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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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多余的肥膏 就改了出来 那这边 就 放开它 那我们 开这个鸡腿 都有两种开发的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 在这边 也可以在这边 这样下 这样 在这边 就是这个位置 那我们也是这样 慢慢去 拍下去 开了它 开了之下 跟着我们也是这样 慢慢去圈一圈 从而就 成一只鸡腿 就拿出来 那 第一步 我们先处理了 我们鸡胸这个位置 我们斩鸡 就尽量用刀尾 如果一般家庭小虎 斩不到的 那我们在这 先把鸡皮 把鸡皮 一把刀 拍一拍它 那我们最主要就是 不要把鸡皮 弄成脱皮脱骨 当然 你说 我已经有些经验了 那我们一下一下 这样 鸡尾不好弄 那我们就放开它 那就是一份 好 然后到鸡胸这个位置 那我们也是 这样 要处理的 斩鸡 我们要处断 一刀 一刀 就处理好了 接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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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腿 我们也是 一下一下 这样 让大家看看 鸡腿这些位置 这些啫喱 要保留在这里 一些水晶鸡 鸡 这样 爽爽滑滑滑的位置 全部就保留了 去到鸡也很简单 那我们就收拾一下 把刀 握住它 这样 用一个浸鸡的方法 昔日的水晶鸡 就呈现眼前 重点就是一个手切姜蓉 那今次的浸鸡方法 就将它简化了一点点 那它鸡熟的程度也是不错 那大家就可以因应 自己的鸡 和水 这样就增加时间 那如果说 我斩不了这鸡 那剪的方法也可以 但是也要记住 这样浸冻了鸡之后 我们也要摊回它 室温 让鸡皮 和鸡肉 完全收缩 那你的鸡 斩出来才好看 喜欢吃鸡的网友 让我点赞 喜欢吃首切姜蓉的网友 订阅我的职人 推出的频道 如果喜欢吃脆皮 鸡皮的 就恭喜你 麻烦你加入我的频道 会员继续推出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此为止了 多谢收睇 那下条影片 再跟大家分享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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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